各位好 欢迎收看TVBS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杨永明 我们先来赶快欢迎三位评论人 首先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驻纽西兰大使 借文奇 借大使 我们医生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退役少将 小金门的前指挥官 立正杰 立将军 教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昨天做个澄清 因为现在媒体一直在传 好像有一段这个标题 为今早今下海域 大陆十艘渔船冲撞海巡船 然后报复开始这个影片 这不是现在 这是三年前 应该说快四年前 2020年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2020年3月的时候 当时候真的是有一艘 大陆的快艇跟海巡有一点差撞 而且是撞上来 不过当时你能不能注意到 海巡这边也有录影 那这个整个到目前为止 翻覆的二死案 已经展开六度协商了 其实应该是说 是三天来的是第六次 那海巡署的副署长说 对协商结果审慎乐观 可是事实上在昨天 海巡署署长周美 我都忘记他名字了 然后他第一次出现 这个署长周署长第一次出现 你终于该出现了吧 大概他也出现次数不多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下台 但不管怎么样 其实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情绪 可是也没有任何的交集 然后当然也都没有再对媒体 谈到具体的东西 可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9点钟中国大陆海间船 8027船进入到金门的水域 你看从这边进入到金门水域 这条线是隐约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限制水域 然后他已经进入到这边来了 所以连续第七天的这个巡查 也就从2月18号开始宣布 大陆这边不接受不承认 我们单方面所宣布的进线之线 所以两岸激动了 善意是不是不在了 央视的这个图 其实就越来越多元素 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了 首先你看了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金门 对不对 特别用红色的这个繁体字 这边这些地名都是用繁体字了 然后配以福建海警局的14608船 这艘船 凸显大陆海警在惊吓海域之间的 常态巡查动作 所谓的不存在所谓 禁限制水域的立场 我们刚刚提到 已经连续七天的这个巡查 然后这是东部战区的围帛 所以这六块区域 我们在图 在那个影片当中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六块的红色区域 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 北若西来台之后 东部战区 在台海划设的六块 实弹射击的这个区域 进一步的观察 到了这边 2月23号晚间发布 今年对台工作会议 是22号到23号 在北京举行 然后跟去年的工作会议 之后的通稿 如果你来做比较 今年的表述 重点可能是硬的更硬 软的不再软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今年都被拿掉了 当然在目前金门的 这个事件的时间点上 你如果还是回复去年的话 其实大陆这边民意 都爆出来了 所以他这里表示说 其实对于这个事件 还是蛮重视的 台湾的这个青绿媒体都说 这是挖坑赖清德吗 怎么解决海巡 送给北京天上掉下来礼物 用这种方式来解读 也就是这个海巡 造成两位大陆渔民死亡 是给北京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至于真相如何 那不是重点 而是因此他可以 做七次的这个巡查 这样子的绿营的解读 那和503航线的争议 还没有解决之下 现在又传出海巡的 这个量死的意外 所以陆方不但新增了金门 所谓没有进限制水域 又常态的巡查 我们刚刚提到 似乎要让赖清德 在520上任之前感受到 北京的施压跟挑衅 这逻辑哪里来的 这什么破坏逻辑 所以呢 我们的海警船造成两位 大陆渔民的死亡 是大陆这边 要给赖清德上台之前的 施压跟挑衅 这个逻辑真的是 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彭温这就说了 台湾在整体试验当中 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是你没有讲真话 第二个是 明明可以当作刑事案 你却变成一个政治 跟国安危机 对不对 非常的不寻常 那日经这边又补报导了 他说美国的战略 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要用巨子策略 来预防台海冲突 这个不要理他 这个日经有的时候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美国的国防部 这等待结束之后近30年 都维持两场战争的结构 在中东对抗伊朗或伊拉克 同时在东北亚击败北韩 而2024之后你看到 已经破坏了美国的这个现状 乌克兰跟这些 这个不理他 其实都在帮旁边在打 在塑造这个气氛 对不对 现在台湾的这个情势 其实你看盖拉格 本来应该三天的行程 两天就赶快走了 就怕这个事情 烧到美国的身上 是不是如此呢 韩兵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基本上 从一开始处理的方式 就出现问题 就一开始没有讲实话 那到后面为了冤 一开始的谎 就越讲越离谱 现在越来越扯 然后你细旧整个东西的细节 你会发觉 破绽处处 到处都是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如何解决 在我看来其实是很难解决 因为民进党政府显然不可能会 比如说大陆这边家属要求 认错道歉 这些东西民进党政府都不会接受 他大概顶多能够接受 就是赔一点钱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说现在进行第六次协商 我觉得第六十次协商 大概都没有用 因为双方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我不知道这个副署长 省慎乐乐观在乐乐观什么 我看不出来有任何 可以乐乐观的地方 这个会怎么发展 很简单 今天我们看到他第七次巡查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以后每天都会来巡查 对 我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以后就是要把它常态化 因为既然台湾这边就是 说了这些什么进县之水域 过去的这些默契 我们看起来好像 不把对方当成 就是大家是同胞 是家人 对大陆来讲 他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种事 他以后就是 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以后不只是在金门 马祖大概也会开始常态性巡查 甚至他会巡查到澎湖水域来 那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面临这个状况 怎么解决 实际上从佩洛西来之后 我就一直在讲 就是人家现在已经把海峡 都先抹掉了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防单位 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解决方法 我们看起来就是默认 就是往后退缩 现在已经退到24海里线 那接下来还能退到哪里去呢 同样这个绿媒 他讲说M503争议事件未解 谁告诉你争议事件未解 人家就是这样飞 求一下我们是能怎样 难道把他飞机打下来吗 所以根本没有争议 你忘记这件事吗 其实对大陆来讲 我就已经决定就是这样 你们抗议什么 我根本不理 请问接下来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没办法面对 看起来蔡英文政府 跟未来的赖兴德政府 显然都是束手无策 现在蔡英文干脆躲起来 不理这件事 我觉得身为一个总统 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很奇葩 这么严重的事情 结果总统干脆 他已经去毕业旅行了 不管这件事了 然后这个要接任总统这个 也是随便讲几句 嘴炮就结束了 什么妥善处理 请问怎么妥善处理 我不知道 你要拿出办法出来 你现在看起来的妥善处理就是 好吗 不然我赔你一点钱 就是这样 实际上人家不可能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我老实讲 现在的态势就是 台湾的生存空间 继一步被压缩 然后我们的政府 看起来完全没有办法 顶多此次就是说 你看美国也支持我们 日本也支持我们 请问一下他们支持我们的结果 有什么 结果是我们还是被压缩 对 你完全没有 对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那习近平现在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硬 很简单 你造成的 因为你对对方越来越硬 他对你当然就越来越硬 这很简单 我们不愿意释出赛硬 然后一直讲说 你为什么要对我越来越硬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你一直对人家硬 然后希望人家对你放软 这个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必须说我对两岸之间 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我认为未来大概这件事情 难以解决 未来我们的渔民在海上 恐怕处处都会接受到 他们的海警的监视控制 甚至登船检查 这个大概都是跑不掉的事情 请我们的政府拿出办法出来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的政府已经没有办法 对 介大使你怎么看 我先讲那个就是盖拉阁 三天的行程突然改成两天 减少一天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那就表示 如果台海没有状况 他就待三天 有状况减少一天 那意思是说 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先走为妙 留在这边对他不利 还是美国政府认为 他不要待在这 因为他太敏感了 所以其实盖拉阁本来 他是挺高调的来的 他还没有来就宣布 他就说我日期不 而且是在赖清德 他们这些选举结果之后出来以后 他在美国自己单独放话 他要来台湾 这个调子放很高 可是他当时没讲时间 对不对 时间公布了以后 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了 这个金门的渔船事件 以后他就异常的低调 因为事实上 美国这些国会议员来 通常这个标准的作业程式 就是从他在机场开始 就要看他坐什么飞机 什么时候到的 下台谁去接机 在机场他就要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表演了 结果这次通通没有 什么时候到的 坐什么飞机来的 谁去接机 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然后是不是到了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他到了那天晚下午 大家都还在查 就是没消息 第二天突然出现 然后公开的场合 基本上是不多 然后以美国这些 爱作秀的这些政治 尤其联邦国会议员来讲的话 他算是挺低调的 他唯一高调就是说 他认为大陆打台湾的话 一定会失败 他讲了这句话以后 就没有再听到在讲什么了 然后就只听到说 他提前离台了 离台的影像什么也都没有 我觉得应该去问一下 吴钊燮为什么盖拉格 要提前离台 他到底是自己要来的 还是你吴钊燮邀请他来的 要弄清楚 对不对 这个就是美国这些嘴巴狠 很多讲 嘴巴讲很多 意见很多 可是真正面临的 这种比较危机的时候 你看他行为 就是先走为妙 那请问一下他有没有一个交代 为什么会提前一天走 我觉得这都要弄出来 这都是看美国政客 美国的政治人物 那么在真正台湾出现问题 台湾出现问题 他的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 那看起来显然就是说 第一个他自我设限很多 那么然后来了以后 还居然提前一天就先走人 这都是要出来 我们都要审慎来检视的 没错 还有人盲目认为 美国这些人多怎么样 肩顶台湾如何如何 那盖拉格的这个例子 我们要好好来检讨一下 那现在对大陆的这次 对台湾的就是说 海巡署这一次执法 造成大陆渔民死亡这个案子 你可以看出来民进党 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 除了嘴硬 其他通通不应 除了嘴硬的 其他通通不应 可是这个嘴硬后来又发觉 里面谎言 到处都是谎言 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对 而且他的各层级的官员 讲话也不一 比如说一开始 这个民进党的定调是说 他高速行驶 然后蛇行翻覆 对 好像是这个传自己 自己怎么样 自己翻了 2月14号的新闻稿 对 结果变成什么 结果变成最后发觉 我们自己的金门的 这个地检处的检察官 他说我征讯了双方的人员 发觉有多次高速情况下的碰撞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的媒体 他们就说是接触 碰撞跟接触 随便吧 反正有碰到就是了 然后后来 最后大陆的 这个生还的渔民说 我们的海巡署 过去把他一先就把他掀翻了 结果海巡署又出来 搞了一个记者会说是 快速追寻 中国大陆的渔船 在甩尾的时间 自己的渔船尾 撞到我们的海巡署 好像是自己撞成的 那结果大陆说 对不起 我在转弯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熄火了 停下来了 我已经停船了 然后这个徐晓芯提出来证据 也就是吹哨人证据 就证明了 是我方的海巡署船员 从后面撞到前面的 这个大陆的渔船 消失了35分钟 对 这个东西搞到最后 你知道陈建仁在面临 这个人家记者问他说 他还坚持说 我们跟大陆渔船 没有任何碰撞 我的老天 他这个全台湾 大部分人都知道 是撞翻的 结果这个 这个电党的行政院长 还搞不清楚状况 对 所以这个政府给人家感觉 人家怎么会去相信 荒腔走板道 到了极点 对 海巡署 从头到尾 至少改了四次的说法 所以难怪人家大陆的家属 现在就已经不幸能喊巡署 要红四次会能帮忙 至于那个盖拉格 我觉得他当然不会想低调 是美国要他低调 因为你来的时机点点刚好 但是问题是 盖拉格缩短行程 盖拉格走 还是美国走了 我们台湾要理解 美国在台湾发生事情的时候 要盖拉格赶快走 那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将军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段影片 其实这个海域我很熟 这在什么地方 您是小金边指挥官 这我每天在看这片海 旁边那个岛 对面那个大楼就是厦门 对 然后对面那个岛是哪一个岛 有一个小岛 那叫檳榔嶼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檳榔嶼 因为这是我们两边的默契的中线 OK 那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会在那边发生中壮 以前我们都不会在那边发生中壮 海警团也不会到那边 他们也不会到那边 那他们那边会不会有渔船 有渔船 为什么会有渔船 就是金门这边乡亲出一些资本 大陆那边雇一些渔工 然后在檳榔嶼那边 是默契中的中线 在那边放置定制渔网 定制渔网 然后到时候捕着鱼 对不对 双方来讲 看是怎么样 我出资本你出工钱吗 所以那边是本来就是灰色地带 我们海警团通常也不会追到那边 刚刚 虽然说这是两年前的相片 我看了我满讶意的 以前来讲都不会在海域发生这些状况 你看离厦门多近 你这个地方冲撞离厦门多近 那你说是不是末期中的中线 那应该是就 你海警团就不要过去 你过去那边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边他又抓了条黄鱼又怎么样 那是不是自己在那边 我为了这个 自从蔡英文上台以后 我为了强势的宣誓主权 或者管闭令 为了宣誓她的绩效 然后特别在这边做这些冲撞 叫海警团去做这些冲撞的动作 难怪昨天会发生那种必要 那以前都不会发生 对 以前大家也相安无事 我特别要讲 其实金门乡亲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鱼业没有 也不是靠鱼业来生活 第二个你看下面那张图更可怕 你看你现在就圈圆在这 你看那条蓝色那条线 就是说这次的 蜀堂的水域航线 我跟你讲下面 稍微偏一点那个岛叫大胆岛 对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在 这边 对 那个就大胆岛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以前来讲的话 其实他走这条还是释放三翼 我特别要讲人家释放三翼 为什么 他从下面绕过去 他不从你大胆跟 小金门中间穿过去 如果那个中间我们还有好几个岛 什么蒙湖雨 大胆 什么复兴雨都在这边 这条蓝线下面也有我们守军的 叫东定 那你想想看 你光凭这个图 如果说对方来讲 真的是对你有任何的敌意来讲的话 我们守军怎么办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其实最好的就是他 你想想看如果说 这个最后蓝色线 我们很明显看出来 如果上面稍微再往北偏一点 对他来讲 他可以节省掉很多的航行的时间 对 因为我发现 他如果说走上面 要到这个 往蓝色线在上面偏一点的话 那是最好的水道 是从上面走 但是以往来讲 因为我们大胆守军在这边 所以他就走下面 下面那边大胆 二胆 还有一个三胆 四胆 五胆 然后再来是青鱼 最后我要讲 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前菜 后菜在什么时候 这个 我们看这个图 它应该画在金门 如果它是海影船 画在澎湖的话 或甚至于画在东上的话 那应该你等着 你等着后续来处理这个状况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海影船是什么 是灰色地带作战的船 那对我们影响很大 好的 谢谢 我们进入广告